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3月10日 啊不是啊,还是9号,哇,未来战士啊 那今天说什么呢?就讲这个袁国勇医生说的东西 那现在呢,感染的人数啊,就已经超越10万啦 其实有一样东西,就是确诊这件事,我们要先定义它 因为从韩国那边,我们要发现一样东西就是,这个病的扩散速度必然是很惊人 包括那个沉没大多数周庸,你看到它真的融光了,连个非庸都融光了 那就全部确诊了,连个狗都确诊了 但是呢,确诊完之后,你看到它是没有武汉那边那么毒的 你只需要做一个叫氧气治疗,就是如果重症各样,插口管 接着给你一些氧气,如果抵抗力够好,而你又不是七老八十是好得翻的 那你见到有康复那个案例,都医好几多人的那里,五十几个出载园 那但是意大利那边呢,就死了二百多个人啊 那其实整件事呢,我们当初那个死亡率呢,如果你计2%各样呢,是不得正确的 原因是因为,是高了的,特朗普说的那样东西是对的 那但是呢,那个问题是你要测得够快才是哦 就是因为如果我有100个感染的,那跟着死了两个,那你就2%死亡率咯 但是那个问题,你测不到100个嘛,那你测了只有10个的 另外那90个就隐形病患,你测不出来,那结果呢,死亡率是20%咯 所以其实是说你的基数有多大咯,就是那个基数啊 而实际上呢,由于这个病啊,那个病症是非常之不明显 而且他比起沙士来说呢,你就算没有病症都已经可以传染的了 那所以是防不升防的 你见恒恒地,南韩那里啊,一声爆到七彩你就知道了 即时有成万人感染了的 那你南韩搞定完之后呢,就轮到这个文在仁会遭受弹劾的了 这个中国总统啊,应该说是中国驻南韩总统 南韩迟下应该改名的,叫做毅满洲国 你说,几壮观啊,即是如果文在仁,认自己做这个什么呀 移子总统,即是以前石敬堂啊,燕云十六周那些啊,移皇帝啊 那南韩总统,为什么会跟中国走得这么近呢? 那当然是因为如果你熟悉南韩那个国情啊 你会知道他是,那个商业运作呢,是大量集中在小部分的企业里面的 你南韩大学那些毕业出来的那些人呢 如果进不了这些大企业做的话,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前途那样的 那所以呢,你那些大企业做生意的时候一定是很大单很大单这样的嘛 所以里面牵涉着庞大的利益,而作为总统呢,不看真面都要看佛面 那所以呢,他又一定跪的哦,其实不是,他特别衰仔的意思而已 就是你看下文在仁的那个样子,就是和周巧怡那只狗没什么分别的而已 那分别就是周巧怡那只狗呢,就确诊了那意思而已 那我们说回袁国勇医生说的东西啊 那他就说这个病呢,就是他叫大家有心理准备 是什么心理准备呢?就是有机会会变成这个风土病 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清不完啊 病毒清也都清不完,还有全球来说呢,你总有些地方特别冷的嘛 那除非你完全将全世界的旅行停了的而已 将些货运啊,物流啊,旅客啊那些全部停了 如果不是怎么都会有交叉感染的情况的 就是你不是输出的时候都会输入啦,是不是? 那些叫倒冠嘛 那袁教授呢,就引用2003年的经验 就是他就预期啊,就不会像沙士那样 那个武汉肺炎的疫情呢,是不会完结 他多只是舒门的而已 就是去到夏天那时候 而去到冬天的时候呢,就会由南半球输入个案了 因为你见到在冬的地方呢 例如大休市啦,武汉啦,意大利啦 那些地方呢,爆到七彩的 所以你见到啦,北韩和俄罗斯呢 就是,幸好啦,叫做 你中国人究竟要枪毙? 如果不是的话呢 但其实,没有的 我觉得北韩是掩住的而已 不知道什么事的 万一那里大爆突爆 其实不奇怪的 只不过他不敢说你听而已 我跟你说我确诊的 那他就抓你去打吧,大哥 那没人会跟你说他确诊的 有病都躲在家里啦 除非你逐家逐户拍门上门的 就好像孙春兰那样 跟着就有人跟你说的啦 全部都是假的 那他又小气鬼 现在又惩治那区的市民啊 就是吃都没得好吃 这些就叫无差别打击啦 所以好似的 你发觉他们做事那一套 孙春兰 就是武汉的邓炳强而已嘛 啊,抬举了 邓炳强又是周巧怡那一只 没那么高的官位 还有之前呢 华春啊 中国建筑那个官慶 你发觉他是个老友事的 而日本也发现一个变种 这种的个案是会影响脑的 这种就应该是很厉害那一只啦 就是武汉那种变种来的 那有两种东西 分开不停地不断爆啦 那袁教授 就是你说乐观的预期也好 悲观的劝告也好 就是保持社交距离 勤洗手 那他就说 守得越久呢 有安全疫苗和抗病毒药物的机会就越来越大啦 查实都是三个字而已 就是他跟你说什么呀 哼 等问到 就是等问到三个字啦 一样而是 甚至乎呢 就是卫生署那个张竹军 竹军晚安啊 那他就说了 全世界都这么多病例 要全部都封醒停了所有活动的话呢 才有机会停到 所以呢 他是同意专家讲的东西的 就是未来可能要改变政策 将他视为一个严重流感 来处理 就是他跟你说什么呀 我们要接受都未顶的 他就是呢 只不过 是将这个 习近平说的那样东西 搬下来 换个说法说一次而已 就是保经济保就业 上面是怎样的 要人复工啦 那接着呢 那些人不敢复工那怎样呢 你看机器运作量的嘛 那他就开着部机在那空转咯 之前又认了那句啦 他们说政府并没有在那空转 现在上面的机器就在那空转了 骂里骂里空啊 那同时间呢 就是如果你去上班啦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不是鬼上身都不会这样啊 好喜欢上班啊 那他们去上班的时候呢 感染了的一批啊 那就隔离 然后呢 就换另一批顶上 哇 真是最后没事的 MLM 吧 那你就没有了 多谢林郑月娥 由于他的持风关 给連钟南山都说 其实只要早点什么反应呢 是可以减缩一半的个案的嘛 啊 不过钟南山的事都有啦 是 但是你会见到就是 你将她比对澳闇的做法 比对台湾的做法 我们凡是港澳台啊 他又什么好切呢 他做得最差的那个 而如果你说经济损失来说,澳门只有70万人,经济损失不会及香港那么多,台湾,经济来说,都不及香港的经济,那个价值那么高的,那结果,他是将整个亚洲的金融中心cripple了的,那不过市又照开的,只不过是那些旅游啊,餐饮那些多谢你咯,那里那个损失啊,不知多少个亿啊,多谢张宇人咯,不关我事的咯,喂,你们那帮胡贫狗党,民政会议成员, 一休之落来的啦,你不会完全不知情的嘛,你有没有劝谏过啊,有没有听啊,你恩公啊,田北俊讲过话啊,没有啊,不知做什么的啊,这个人,那所以呢,张竹君讲的事只不过是,就是跟你讲帝市啊,可能患有疫情,都照样要上班的意思而已,将他当成严重流感处理,夏天都还可以的,又是等问到咯,那所以现在,我极度怀疑的啊,就是不知道他是不是呢,就是自己搞不定,搞不定那怎么办啊,全世界 全世界周围地播毒咯,那播完毒怎样啊,你都买了东西,你是不是要帮我发明一些药啊,就是瑞德西韦那些,然后顺便注册了个专利,这样样啊,哇,你真是,这个和一间大厦的管理呢,差不多的而已,就是他那条人呢,那条市渠又失了啊,那跟着呢,他又弄到再失点,失到条大渠都失了,然后就爆到全栋大厦都是,那没办法啦, 你看,业主立案法团,全栋楼,一起整死他了,就这样样的原理而已嘛,好无功德心啊,哇,你应该说他真性情,人类的真性情来的,这些是,真性情是什么呀,掩耳道灵啊,门天过海啊,无恶不作啊,哇,真是,他给你看到人性最,丑恶最黑暗的一面啊,黯然烧云犯啊,实在太黯然,实在太烧云啊,烟烧云散啊,那所以风土病的意思是这样, 而未来呢,你都是要等疫苗出来的,那但是对中国政府来讲,这个不一定是坏事来的哦,甚至乎会刻意想这样做呢,为什么呀,你想想啦,那些人,复工,什么人,一定会复工啊,就是那些手停口停那些咯,那些人啊,一向中国政府就不想发那些养老金,不想养这群人的啦,那所以走过去,复工的时候,跟着,死完一批,又轮着另一批上咯,一路这样,货如轮转, 死完一批,又一批,跟着找个千人坑埋了他,养老金都不用给,就不用扶贫搞定,那但是呢,他自己宣传的时候呢,就会说摆扶贫工作在第一位的哦,为什么呀,那你才不觉得的嘛,所以一方面就说扶贫,一方面呢,就灭贫咯啊,不就是你要懂听这样东西了,他所谓的灭贫呢,就不是消灭贫穷的情况,而是消灭贫穷的人士, 听错东西很大获的啊,就这样解的而已,好了,今天讲到这里 哦,优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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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